最近老邦没W买不起自己想玩的游戏 于是就显得甘等在4399老家上显广 突然在这间发现一款没有我的世界 时机的我的世界吃鸡游戏 看了游戏介绍 这是一款简单的像素风吃鸡游戏 在游戏的秀转图介面 一个手拿肯定是98k的方块格子山 幸存着胡适淡淡的望着你 从背景来看这款大小只有22兆的小游戏 不仅画质好还支持光影 情论区更是对这款游戏三口不绝 自由度高不间断更新 节奏快不怕捡不到装备 超级考验个人强法 还有超级多的彩蛋 比如决赛选 还有37人的恐怖彩蛋 已经联动某款游戏 上车下车 机场就会直接飞到地图上空的飞车彩蛋 还有谁 我去问 还有谁 废话多了啊 直接开始游戏 进入游戏 两个高端的游戏厂商的九场淡化路口 就展示在了玩家面前 正式进入游戏界面 这画质竟然不像泡面那般紧供参考 不仅跟宣传图上喷毛钱一样 而且还有根据模型提议 实时渲染的光影 已经没有一点违和感的动作 我只能说一句 没错我什么也没有说 啊 开始游戏 来一把单人吃鸡 从所周周在网页小游戏上 都玩上60针丝滑的游戏 那紧直就是奢望 而我这次竟然 真热铁的 没错 就是那巧克力般的丝滑 如果在座的各位觉得卡 要求检查自己 是不是没有打开高人率 这次 才被选择跳 我个人认为人最多 他也是地图中间的 无且成为终成的程序 这M2伞旋转的我头晕 我许为了 不怕大家伙也慌头晕 这段抢挂 在快落地的时候 往西边一看 好家伙 这玩意儿密密麻麻 老不信 吓人了 为了自保 我赶紧进屋 实际游戏落地得减强 我现在却被一个矿权水 挡住了我持极的步伐 不过好歹 老帮京都 秦王绕住 顺利捡到一把 M4 本想到这把狗人 直接在敌人吃 不是不愿意呀 剪刀一把不破手枪 就来搞我M4 这能忍吗 这肯定不能忍呀 刚出门一个 表强不疲伏的使命服 拿着斧头就向我 承着过来 还泡到解脱着 快让我无法瞄准 在他重新斧头那一刻 我心里害怕疾病 说了一句 打人时代别的 给我M4 击毙了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刚去 我拆着步枪门跑 不得不说 这奔跑动作是真地牛皮啊 他还要死了 和我吹回血 我又被人盯上了这游戏 老四 我只要在复兴人机 他们就不打架 联合起来 搞我一个 不愧为超级考验 个人枪法的游戏 因此 这游戏 恐吓区简直不要太恐怖 在屋里之间给我炸没了 但因为这就完了吧 游戏作者早就考虑到那些 有些死了的不服气的玩家 还贴心地放上了 昨日我复活选项 真的太枉你妈贴心力啊 这波护炸区 挺好 炸死了好多在我门口 想偷袭我的小火鸡们 白白给我送装备 然后在 人数是54人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见了人机护卓 是真正意义上的嘴嘴嘴护卓 光剑画人之下 整合铁头 而此时老邦只顾的干人机 完全忽略了一个危险即将来临 没错 那就是索权了喂 第一次没赶上被毒死 送运了我VIP复活选项 但我竟然跑返了 连续复活两次 哎不让我活了 只不过最终老邦取得了强制老三 我太顶了 那么本期到此结束 我是叫人帮贵穷的关注啊 钱